大家好 我們是藥學藥學專案 然後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專案 他是想要做一個 以AI來驅動個人化專業學習的一個專案 那到底藥學藥學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想要做的部分 第一個當然 我們在GNB它是一個開源專案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想要把等公司會用在藥學領域的學習上面 那這個具體來說就是我們想要用大圓模型來分析 分析就是它在藥學勾卡裡面的一些錯誤問題 然後透過LNB生成 然後給它分析跟建議 那這個會特別重要是因為藥學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蠻廣泛 而且是一個有需要很多技能的一個專業領域 那對於每個人來說的話 他可能的專長都不一樣 那他有不同的弱點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幫助他更有效率的學習 謝謝 那主題來說我們專案範疇從兩個地方來看 第一個的話就是那個webapp 那我把我們這個禮拜討論出來 定義出來這個專案這個webapp功能的一部分 寫在上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用百號文來跟大家解釋 就是說我們就是讓這個 使用者在這個網站使用的時候 他可以不斷的刷題 然後透過這些刷題他會知道自己的弱點 然後我們也會通過那個 AI來生成建議跟分析給他 讓他能夠去掌握到自己的弱點 然後不斷的去改善 然後再繼續刷 也就是說不斷刷錯誤 再刷越來越強 越變越強這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來說的話 就是既然我們剛剛知道我們要用到那個大圓模型 那我們就要去微調那個這個開源的圓模型 讓他可以真正做到這樣的功能 所以說的話我們要教他怎麼樣去針對台灣藥學專業的這個領域 能夠去有解題的能力 能夠給出建議的能力 另外來說我們也要提出另外一個方法去解決那個 原模型幻想的問題 就是我們想要用那個 RAG的這個 這個功能提供一些阻振的資料 讓使用者有機會自己去判斷 這個是不是正確的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先把他列出來六大範疇 這個是藥師國考六大範疇 大家看過就好了 但是我們會從這裡面的第六項 藥師行政與法規開始 那這邊把細項列出來 我知道這個字大家看不到 只是讓大家播這一場 大家可以看一下 總共有七大項 然後二十個細項的這個藥師行政法規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上個禮拜的部分已經把這個產品列出來了 那現在今天的話 這個上面有一些資料 然後我們虛弦的人來說 簡單講我們要找 願意跟我們一起做這個專案的人 那我們今天也會有一個hacking時間 在今天下午一點的時候 歡迎大家來參加 我們要把一些那個鑰匙國考的資料 轉成結構化的資料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如果說你對這個有興趣 我們也會針對這邊做一些教學 對大家 希望對大家的這個自己的專案 也會有幫助這樣子 好 這個hacking的資料 最後我們會來產生這個資料 大家有興趣可以點過去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介紹 那我在另一間短時間 跟日本來的朋友這個挨拶一下 大家有興趣的大陸 日本人到達 心寧願 感謝 大家有興趣的大陸 大家有興趣的大陸 非常常に僕もサポートしたいので 何があれば声を掛けてください 好